歡迎收聽、收看《見聞講堂》 我們繼續講《社會運動與社會變遷》的第十六講 我先打開一個PowerPoint 我們現在已經講到有關社會建構理論 就是講到在社會運動裡面 那個價值觀和集體的意識 那種所謂團結感 如何影響運動的動員 我們上次已經講了第一個部分 就是如果你要一個運動得到社會認同 你首先一定要打入公共的領域裡面 將你運動的理念 通過媒體要接觸到大眾 第二件事我今天要講的第二層 就是你如何去試一下包裝 你自己的運動的理念的問題 這個就涉及到在社會學裡面說的framing framing就是說是用一個框架 去裝載著你的信息 這個框架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frame是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說我們對於發生的事情 或者我們的處境 我們賦予一些解釋和意義給它 而這個賦予的意義或者解釋的過程裡面 我們想做什麼呢 是令到我們的支持者支持我們 我們爭取那些是旁觀者的同情 以及是打擊我們的對手的 那麼原來去解釋我們的世界 解釋我們周遭的環境 解釋發生的事情是可以有不同的方法的 你作為一個社運的一個團體 你自己一定要提出一種看法 是能夠達到最後的效果了 就是說爭取到支持者的支持 爭取到旁觀者的同情 以及是打擊你的對手的 那譬如我們講這個有關framing 這個就是怎樣建構一個架構的過程裡面 有些學者說是分幾個步驟的 第一件事就是所謂的診斷架構 診斷架構就是對那個現狀 去點出究竟問題在哪裡 哪一個人或者哪個機構是個元兇 要負上責任 那除了講這個問題之外 第二件事就要講出就是 那究竟要怎樣解決呢 包括了就是用什麼方法去解決 什麼策略去解決的 那也要提出就是 好了你說了一個問題 說了解決方法 我為什麼要參與呢 我參與的原因是什麼呢 這樣你也要有一個動機給一些人 去解釋或者鼓募他們去參與 那你看我們很多民主運動 譬如1989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 你看到他們都有很多不同的標語會打出來的 不自由無靈死 那當然他想說幾件事 就是現在的處境就是不自由的 不自由因為呢 可能就是政府的體制是很封閉的 令到他們呢 譬如沒有了言論自由 出版自由等等 而這個處境是令到人很痛苦的 不自由無論社羞或者自由 你應該要參與的 有時候是用愛國 作為一個鼓動的人參與的一個很重要的理念 譬如說聲援愛國赤子 當國家就說這些人其實是不愛國的 在那裡叛亂的這樣 反過來運動者就用了一個這樣的語言 就是這幫人其實是愛國的 而且是有赤子之心 就是他們是很單純的那些這樣 用來抵抗著那個敵手對你的攻擊 那這些都是其實就是framing 所謂建構的框架要做的事情 我們嘗試說一個診斷這個構架的問題 就是建構的框架 在八九文明的時候 其實他對於學生來說 他最大的號碼是說自由、民主 但是對一般的民眾來說 當時中國的民眾來說 你跟他說民主的自由是很遙遠的 當時學生聰明的地方是什麼呢 他才點出社會的一些問題 當時社會的其中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貪污的問題 而貪污當時的一個字眼就叫做官島的 什麼叫做官島呢 這種的貪污的形式是很特殊 在八十年代中國發生的 官島的意思是怎麼樣呢 在中國裡面那段時間裡面 有幾樣東西其實同一時間有兩個價格的 一個就是官方所規定的價格 一個就是在市場裡面 通過供求而產生的市場的價格 那有什麼東西會有兩個價格出現呢 香港人以前是最知道的了 就是如果你拿著港幣去匯元人民幣 你去銀行那裡有個官價的 這個就是官方的價錢 但是如果你街頭和人滿 很多人都需要你的港幣那時候 就會搶高一個黑市價的 就是說同一個物體 就是有的就是譬如外幣這樣 港幣它會有兩個價錢的 一個就是官方定的 一個在市場裡面 因為供求而產生的價格 物資都是這樣的 就是說如果政府呢 提供了給你一間國營企業 很多水泥這樣 可能很便宜很便宜 一噸那些這樣 那你應該要蓋房子的 你作為一個國營企業 你可能是一個建築隊 但是你可能蓋房子 你不用真的蓋房子 賺錢不用蓋房子 為什麼呢 因為市場很需要這樣的水泥 那你可能這個市場那裡賣呢 市場的價格 有個市場價值 高於官方提供給你的價 那這就產生一個差價了 那這個又出現了兩個價格 那第三樣東西 除了這個外匯 外幣 另外這些重要的物資之外 第三樣東西就是借貸 官方可能提供一個資金 借給一個國營企業 可能是5厘息 或者3厘息這樣 但是市場那裡很需要資金 可能搶到10厘息的 那你拿出去 借出去的話 那你不用做生意了 已經賺到可能5厘7厘的 那些這樣 甚至是比較高 那誰人有這些這樣的物資 有這些外匯 有這些這樣的借貸呢 往往呢 就是在政府體制裡面來說 是有些特殊渠道的 它可以拿到這些物資 拿到這些借貸 拿到這些外匯 那很多時候呢 就是那些太子黨 就是說呢 可能那些高官的子女 他們所控制著的公司 那些國營企業 他們有辦法 就拿到這些罕有的物資 那他們呢 結果不用怎麼做的 在這個市場裡面 賭賣一下 那已經賺很多錢 那這些叫做官賭 就是說呢 他們是官方來的 做官的 拿到這些物資之後呢 賭賣 結果呢 就是可以賺很多錢 那這個東西 令到很多人很痛苦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不是一般人做到的 是那些有特權的人才做到的 而他們覺得 是因為這種賭賣呢 做到當時的物價呢 升得很厲害 那學生呢 就先分析了這個官賭的問題之後呢 就將它連結於民主 就說呢 那我們官賭這麼嚴重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沒有民主的體制 去監督著這些官員 所以如果我們呢 能夠有民主的話 我們就可以剷除官賭了 那麼這個制 你見得到了 就是說呢 他們在做什麼呢 就是剛剛我們說的 framing的問題 就是呢 它先診斷了這個問題 先診斷了這個問題 診斷了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現在呢 為什麼物價會這麼高 因為有官賭 那接著呢 我們怎麼解決呢 這個官賭的問題呢 所謂如後構架呢 就是呢 就是要用一個政治的制度的改良 或者改革 才能夠控制著這種官賭 我們覺得是需要有民主和自由 包括了就是說 媒體裡面有監督這些政府的行為 甚至我們要走向民主的那些 那為什麼你這樣做呢 當然你可以說這個自由啊 可以說愛國啊 種種的原因呢 去激勵著那些人呢 去參與這些運動 好了 當我們要做一些framing 這個構架的過程裡面呢 那麼我們不是說我們想做什麼都可以的 就是想說什麼理念都可以聽的 如果你說出來的那些理念呢 是跟社會原來的核心價值是比較接近的話呢 我們可以產生的那種動員能力就特別強了 但是如果我們提出來的理念呢 對很多人來說是很陌生的呢 那你就要花很多時間才做政治教育工作呢 你才有可能是進行動員的 就是說舉個例子譬如說 當年反23條呢 因為他覺得23條呢 是會是損害了我們的言行自由 出版自由 學術自由 自由這種東西呢 是在香港社會裡面很核心的 那所以呢其實呢 它很快就令到大家市民就會明白 很容易動員起來的 那但是如果你說去到2014年呢 你要講爭取普選 還要是一個國際標準的 有競爭的選舉等等 那這些事情對很多市民來說 還是比較陌生的 你還說是用公民抗命的方式去做的話 那可能會違法的 跟社會裡面核心的訓練法治呢 可能好像有底足那樣 你要很詳細的解釋就是說 為什麼公民抗命 它其實沒有違反法治的 它仍然是願意接受法律的制裁 它只會通過這個過程 去控訴一個不公義的體制 那如果這樣的話呢 跟那個核心的價值有這麼大距離呢 你要花更加長時間呢 去進行政治教育 也都是爲什麽當時佔中三子呢 現在2013年已經開始呢 就搞很多活動啊 商討日啊 最後就要很多的辯論啊 演講啊 以至到最後要做全民的公投呢 其實都在準備著市民去明白普選的重要性 為什麼要有一個更加公開的提名 以及為什麼公民抗命呢 其實是沒有違反法治 這個是需要很艱難的一些的說服的 那去到2019年 為什麼那些人也都很容易會明白到這個 送中條例的不妥的地方 因為也是觸動到香港裡面最核心的價值 就是法治 你告訴我 中國的法治已經很好的了 我們可以在這條橋呢 可以接通兩地的法律體制 對香港人來說這個是完全的 不需要想啊 很快就知道這個是說謊的 那所以你碰到我們的中心性 就是說呢 我們的核心價值裡面的核心就是自由啊 法治呢 其實那些人是很容易動員起來的 民主相對來說已經是難碰到的 如果你還要講到 這麼複雜的有關提名啊 甚至你用一個策略在講公民抗命 就更加需要時間了 去到才令人接納了 那勇武這些策略就更加遙遠了 是不是 好了 另一個問題就是 在那個framing裡面 究竟你定一些目標呢 究竟是要寬一點好還是窄一點好 如果你窄一點就很有焦點的 就是說譬如我就是爭取的 就是民主 或者只是爭取反對某條條例 寬一點你就抓到 可能我還會碰其他東西 比如碰民 新問題 社會裡面呢 是不是可以呢 是更加平等啊等等的 我記得以前在推動這個 佔中運動過程裡面 有很多人提出來 就說你們這樣經常說 政業制度太臭雜 市民呢 現在是生活著一個 是很不公平的社會 資源分配好 不平均 有很多人沒有屋住 這樣 你看到那些當時裡面 碼頭工人又罷工 那樣 你們可不可以捲入那些運動裡面呢 是支持這些工人運動啊 或者反對這個地產霸權啊等等 要求社會有更加好的 平均一些的 物質的分配啊等等 這些這樣的說法有一個道理的 就是說呢 它賦予了更加深層的意義 比民主制度 就是說呢 有一個民主制度的話呢 可能有機會會打開 還說這些這樣的議題 是令到社會裡面呢 在有關資源的分配裡面 好一點的 那這個是好處啊 令到民主呢 好像就更加有活力 不是就是說一些很抽象的投票 壞處呢就是呢 你拉到那麼闊之後呢 你也引起很多的紛爭 你只是說特首選舉 哇其實其實已經 各個派別呢 要公民提名 不要公民提名 已經爭論不休了 我們連碰都不敢再碰 立法會應該怎樣選 怎樣改革 不碰了 只是集中在行政長官選舉裡面 都很多爭議 如果我還要加上去 有關地產霸權問題啊 有關稅務啊等等問題的話 那整個運動就更加多分歧了 結果呢 我們走到一半左右已經散了 所以呢 當時我們覺得 其實是不可以這樣做 那所以呢 其實 有好有壞啊 就是說呢 那個幅度 闊一點好啊 還是窄一點好呢 其實呢 就沒有一個很簡單的答案的 好了 你提出來的一些的策略 怎樣去爭取到民主這樣 那這些策略其實是不是可行的呢 在實際 現實上面來講 有沒有例子 令人相信這些是做得到的呢 特別就是在最近 周邊的社會裡面 是不是已經有一些個例子 給我們參考 這樣做的話 可以帶來一些正面的效果呢 那這些都是那些群眾很關心的問題 令到他們會不會去到捲入一場運動呢 那譬如我們講這個有關公民抗命的話呢 如果我們只是我們幾個人在這裡講 三次講的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呢 其實我們要用很多歷史的例子 是令到人們明白呢 什麼是公民抗命 以及他們曾經在歷史裡面 怎樣成功過 那譬如你看到上面有這個甘地 如果當政府自己已經是不守法 以及腐敗的話呢 其實呢 用公民抗命 或公民不合作運動呢 是一個很神聖的任務 那你看一下這個馬丁路德嘉 怎麼說呢 One has a more responsibility to to obey unjust law 他說其實我們根本就已經有一種道德的責任 去到呢 不服從一些呢 是不公義的法律 所以你看這些前人呢 已經講過 不是說你法律擺在樹的話呢 就一定合理的 我們這個世界見到很多不公義的法律的 那香港的情況裡面呢 除了可能反送中條例那時候的送中條例 是不公義之外呢 我們還有整個議會根本都不是一個 完整選舉產生的議會呢 其實它制定出來的法律 有什麼的認受性呢 所以這些情況下呢 去到挑戰這些不公義的法律 其實你看這些前人已經是做過的 而且他們都成功了 那這些成功呢 其實是給後人一些鼓舞 就是說原來用一些和平的方法 非暴力的 他們只是不合作而已 甚至可能是會違法的 但是他們承擔了那個法律責任 在法庭上面去抗辯等等 它產生很大很大的道德力量呢 是去到控訴那個政權的 那所以這些這樣的歷史呢 是會令到那些人呢 是有得參考了 就是覺得咦 以往都是可以成功的 非暴力不是一定是沒有力量的 但是呢 也都是從這些例子裡面呢 有些人也都會提出很多質疑的 就是說 你看看馬丁路德金也好 你看看這個金地也好 他們面對著的政權 當時的政權呢 基本上面呢 都不是一些很邪惡的政權 那 印度當然啦 那些民地的政府呢 其實都是很暴力的 很殘酷的統治 不過它背後還有一個英國在後面 那所以呢 有些事情也不可以太過分 那馬丁路德金當時呢 面對美國的南部呢 就很離譜的 就是在那抑壓著黑人的權利 那樣 但是整個美國其實在憲法上面來說呢 是已經容許了黑人白人有平等的政治權利的 在北部更加好的黑人呢 就已經是獲得了這種自由 只不過在南部呢 仍然都未能夠打開 那所以呢 其實他們面對的局面呢 不是整個美國都是這麼壞的 那所以最後呢 那最後呢 其實後來那個Johnson總統呢 事實上呢 也都是支持南部要進行改革 那所以有些說法就是說呢 你面對著共產政權呢 你用這種這樣的所謂公民抗命呢 是不是一定會成功的 因為前者成功的例子呢 都是不是在共產政權那裡的 那所以呢 那這些例子未必是對的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波蘭呢 其實就是東歐第一個民主化的國家來的 而波蘭呢 當時裡面華里莎所推動的團結公會呢 運動呢 其實是非常之強調非暴力抗爭的 那所以也都不是說 在共產政權底下是沒有成功的例子的 但是我舉這些例子想說 就是說呢 其實當一個運動者提出這些這樣的理念 和目標與策略的時候呢 一定不能忽略就是說 你說出這些這樣的策略 有沒有一些很實際可行的例子呢 可以支撐著 那這個呢 也都是我們做於社會運動的人呢 必須要有好的準備 去向民眾解說的 好 另外呢 在敘述這個運動的理念啊 目標啊等等的時候呢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種 所謂在地性 就是說 能不能夠用到當地的人 能夠明白到的語言呢 去解釋你的一些理念 因為可能你接受有關民主啊 自由啊 法治等等的觀念呢 可能從外國啊西方來的 怎樣能夠令到一些 不是一個西方文化背景的社會的群眾 可以明白到這些這樣的理念呢 你需要把它轉化成一些在地的語言 有時候很困難的 你想想八九文化裡面 你看到那個 民主類神像呢 其實整個造型呢 就是美國的自由神像來的 是不是 美國的自由神像拿著火把 中國的自由民主類神像 也都是拿著火把 所以你看到呢 其實是一個很西方的議將來的 那對於年輕的學生來講 是OK的 因為當時裡面呢 都是很嚮往呢 就是想看多一點 西方的文化 也都受到西方的文化衝擊得很厲害 80年代 那所以這種西方議將的象徵 其實呢 對於一幫年輕的知識分子是OK的 但是對於一般的民眾 或者那些你的對手來講 他會覺得 哇這些是不是西方的勢力 在背後支撐著呢 是吧 你這幫人其實是不是在賣國的呢 那些這樣 那可以引起很多爭議 所以怎樣能夠在地化 其實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問題來的 那當然啦 但是當時裡面呢 也都有一些東西 嘗試將這些西方的東西 跟本土的東西結連 你要記住1989年的時候呢 狗住在中國裡面狗 很敏感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這個狗呢 很多時候呢 幾多周年呢 就剛剛搭證狗的 譬如說 1989年的時候呢 就是中國共產黨呢 執政 中共執政了40年 因為1949年執政 1989年呢 也是什麼很重要的日子呢 就是五四運動的周年紀念 是幾多年呢 1919年 那就是說呢 是70年的周年紀念 那麼你五四運動那時候呢 五四那時候呢 那些學生就好處的人 就是踩單車啊 走去廣場那裡啊 支持那些學生啊 那這樣 那因為五四運動 是一個在歷史上面 最少在現代的歷史裡面來講呢 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事件 而且令到大家很明白 它背後有一種愛國精神啊 和民主的精神 那當時提出來 就是要德先生和蔡先生嘛 蔡先生就是科學 就是科學 德先生是什麼呢 德先生就是Democracy 那其實都是可以明白的 因為有這個五四運動的背景 那所以呢 利用這些這樣的節日啊 或者周年紀念呢 也都可以幫助你呢 去到傳達 就是你想爭取的訊息的 那下面那張圖 你看到呢 佔中三子呢 在2013年 三月呢 開第一次進入了招待會的時候呢 在一間教堂那裡 是召開了招待會 那我們現在的運動叫做 佔領中華 那而我當時覺得應該要選一間 很有 就是 古老氣息啊 很祥和的氣氛的一間教堂呢 作為記者招待會 而且呢 當時我還叫那些記者 你可不可以蹲下呢 拍我們三個人 那用十字架做一個背景 那這個做法呢 不是我們自己創造出來的 當時團結公會在波蘭那裡呢 華里沙衛島告訴那些民眾 其實 他是得到教會的支持呢 他就最喜歡去教堂那裡 搞幾個招待會 也都是這樣 把十字架放在後面呢 做一個背景 那麼我多或少 會受到那個時點啟發 我覺得呢 這個佔中運動呢 其實呢 你必須要強調一種 和平非暴力的精神 還有那種愛的信息 那麼我覺得 就是 教會或者 就是宗教呢 其實 那個精神呢 是很容易可以幫助我們 傳達這種和平 還有愛的信息 所以呢 即使我 就是 其他那兩位都是很虔誠的基督徒 我是一個有信有無宗教的人都好 我是大力鼓吹 所以呢 要在教堂那裡辦 我們第一次基督徒會呢 其實我又希望 能夠借助到教會那種 很和平 很有愛的氣氛的一種的環境呢 是傳達這個運動的理念 那麼這個呢 希望呢 最少在香港這些社會裡面 即使你說基督徒佔的人數不多也好 很多人都是在教會學校讀書的 所以是會比較容易明白得到 是這些這樣的信息的 所以呢 怎樣可以把你的信息傳達出來呢 用一個在地性的符號呢 是很重要的 譬如說獅子山 獅子山在我們香港人來說 哇 真的很重要的一個象徵符號 我們有一首歌獅子山下 是講這種 即是同舟共濟 講一種奮鬥的精神 那麼以前可能 大家就是把獅子山想到一種 就是大家 將一個很窮的社會 通過努力是建設起來 成一個很現代的社會 富裕的社會 但是這種的奮鬥精神 同舟共濟精神呢 其實在爭取民主的時候 一樣是有的 所以你走到這個獅子山上 掛一個我要爭埔樹的橫牙呢 其實不需要講很多東西的了 已經是講一些很重要的訊息的 講我們要為什麼大家 帶著這種黑苦的精神 去爭取民主 還有我們要在這個過程中 同舟共濟 那麼在這個反送中運動的過程裡面 你見到很多人也都走上去 獅子山到晚上那裡 拉人鏈 點起這個燈光 其實也都是借助獅子山的精神 是跟這種我們要保護香港的法治 是將這種精神連結起來的 另一件事 你看到右邊 看到那些女同學 穿著那些校服 在那裡拉人鏈 或者在佔中的現場裡面 你見到那些女同學在那裡拍照 當時在佔中裡面 很多時候反對這個雨傘運動的人 都說這幫是廢青 就說好一大堆東西的 就算在這個反送中運動 都是這樣說的 說這裡很多女生被人欺騙 怎樣怎樣 出賣自己的身體 就是講很多這些謠言 就覺得這幫整班的人都是廢青的 但是你看到這些校服的 所代表的是什麼呢 往往代表一些所謂的名校 和那些女同學 穿著一件名校的校服的話 這幫人你可以想像 他們是會用心去讀書的 這幫人是和平的 所以當他們能夠穿著校服 這樣去拉人鏈的話 其實本身已經是對於你的敵手 攻擊這個運動的時候 是一個很好的回擊 一個很好的反駁 所以呢 因為我們用一些 在社會裡面 大家很熟悉的符號 有一個好語言 包括一件校服 包括一個山 去表達一個運動的理念 是推動社會運動的人 必須要好好的去學習的 好了 講到這裡先了 我們下次繼續下去 拜拜